105年春节文化访问团 在乔委会主任秘书张良明的率领下 到了印尼雅加达 并且在金沙九楼宴会厅演出 春访团这一次以华人流行金曲和创意杂技为主题 表演的曲风多元 精彩非凡 而印尼台商联谊总会会长陈莱旺 也代表将225万元新台币的善款 转交给驻印尼代表张良任 希望协助台南强政灾民重建 来自台南新营太子宫的电影《三太子》 在舞台上重新充满台湾特色的庙绘艺术文化 105年亚洲地区春节文化访问团 在乔委会主任秘书张良明率领下 到印尼雅加达巡回演出 主办单位雅加达台商会 由理事长刘国梁代表向乔委会表达感谢 我希望我们那个三团团带来的文化访问团 我们等一下公团表演精彩的节目 希望我们事务以待 欢迎大家都给他鼓励 就像刚才我们的电影商太子 所展现的新年活力跟文化创意 我相信今天晚上一定有 让大家非常觉得很愉快 很精彩的一个演出 由小阿妹之声的简宇慧一开场 就以充满爆发力的歌声 演唱多首张惠妹经典歌曲 紧接着外星护士500的皇上 也与简宇慧一起唱爱琴寒西辉 并以超高吉他技艺 展现出十足的舞台魅力 天类美声歌手萧湘婷 感动诠释多首抒情歌曲 小丑表演艺术家周子谦 精彩有趣的杂耍 都让台下观众掌声不断 而最后压轴登场的是歌手潘岳云 他演唱包括天天天蓝 情自这条路等多首成名歌曲 带领侨保们回到当年黄金的行车岁月 非常感谢朝委会 每一年组织春宝团 到东南亚来巡回表演 今年特别感谢朝委会主 主任秘书 朝阳云主任秘书 把他做的军事 亲自在台来访 台湾更感谢各位团员的辛劳 今年春宝团已陆续在结束 日本、泰国和菲律宾等地演出后 来到印尼进行三场表演 其中在雅加达这站 印尼台商联宇总会总会长陈来望 也在当天将为南台湾大地震 所募得的225万元新台币善款 转交给驻印尼代表张良润 希望能协速灾民重建家园 谈文官电视副一切 印尼亚加达采访报导 感谢您的支持 ży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